你们两个胆子倒是不小啊 还知道跑路了 大哥 这可绝对不是我的主意啊 我顶多算是从犯 是楚义说要是逃跑 大哥您会护着我们的 到时候最多也就只有五成的概率会挨揍 但要是不跑的话 那要是被父皇抓了个现行 我们俩就算是有大哥和母后保着 那也是百分百得挨揍的 我一时糊涂 大哥 大哥饶了我吧 楚义 救命啊 救你 你刚才不还说你就是个从犯啊 既然是从犯 你跑什么啊 错了错了 我这不是皮一下 这没良心的自己带着他躲栽 居然还反手往自己脑袋上甩锅 彪啊 不用给我面子 揍他 你们一会儿可要小心了 父皇最近心情可不好 你们自己心里有点人数 一会儿可别胡说八道知道不 心情不好 咋的了就心情不好了 锦衣卫的事情暴露了 因为上次你新建学院 不是从中抓到了一批人吗 之后因为窝国与朝鲜之势 导致父皇震怒 清算了户部和领部的官员 在这个过程中 锦衣卫逐渐走进了群臣的视线之中 这些朝臣在知道自己身边一直有暗探这个消息之后 也就纷纷开始炸窝了 联名要裁撤锦衣卫 而其中做得最为过火的 也就是永家侯朱亮祖了 还将他身边锦衣卫的暗探给找了出来 居然把自己的小妾和这些暗探强行地关在一起 然后再来了一手捉奸在床 随后借此为理由 将他身边的三名锦衣卫暗探直接折磨至死 并且还将人直接送到了衙门之外 请反正总体比较复杂 你一会儿见到父皇之后 大致就能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好家伙 这朱亮祖当真是个狠人啊 给自己戴帽子 然后借此怒起杀人 这是个狠人啊 怪不得能被你父皇直接鞭死 现在的问题是 锦衣卫的去留问题 这件事你怎么看 锦衣卫就是一把双刃剑 用得好了 可以灭杀很多潜藏的危险 但是一旦失控 那么第一个受其害的 必然是使用者 锦衣卫的去留 这个问题只能是你和你父皇来沟通 尤其是你说实在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组织没有存在的必要 那么你便裁撤了它就是 虽然说这东西好使 但是也不能一直这么使 否则会出事儿的 但是就目前的情况来说 此时撤除锦衣卫 也说不上是什么好事儿 锦衣卫的情报王 还是很强的 但是就是他们手中的权力过大了 爱先去见了父皇之后再说吧 哟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群臣联名上奏的事情 有没有我那岳父的一份 我还以为你不会问 别扯毒子了 我那老丈人的事情 你也是前后都知道不少的 他那个性格 如果我能一点都不担心 那才真是见了鬼了 一个战后公然违背军令 那杀了人家敌国王妃 凯旋回城的路上 还顺手炮轰了自家城门的人 说起来也是好笑啊 自从锦衣卫的事情浮上水面之后 徐叔因为还在养病 第一时间闭门谢客了 而这件事情爆发之后 不到三个时辰的时间 舅舅凑巧地从马上摔了下来 听说是摔得不轻 连见人都没法见了 他这段时间直接和父皇请了商家 早朝都不去了 更是谢绝一切法客 同他一般的 还有李文忠 汤和 胡为庸 这一个个伤的都不轻 摔了就好 摔了就好啊 哎 难为我这老丈人了 居然还知道摔一跤 明哲保身 这才是这种时候 最应该做的事情 看不出来啊 我是当真看不出来啊 你们两个人不大 翅膀倒是挺硬的 咱还以为 咱现在说话已经不好使了呢 还是说 咱说话一直都不好使 是因为你们大哥发了圣旨 才把你们二位大臣给请回来的 那什么 陛下 不对 义父 这么多天不见 我可想死您了啊 我对您的思念 简直犹如滔滔江水 绵延不绝 我每日只要一闭上眼 眼中就满 是您伟岸的身姿 您对我纳敦敦教诲 此次出逃 我其实心中后悔万千 我痛恨自己的懦弱 痛恨自己 不敢直视您 痛恨自己 让您担心的行为 义父 孩儿如今已经知道错了 孩儿下次绝对不会 再偷偷逃跑了 还请义父 看在孩儿年幼无知 愚昧至极的愤儿上 就饶了孩儿这一次吧 孩儿那傻 孩儿要不给您磕一个 这么不要脸的话 处义究竟是怎么说出口的 关键说的时候 他居然还能这么脸不红 心不跳的 你不是要给咱磕一个吗 磕呀 磕真磕啊 你莫非是想要再加一条欺君之罪 讲这没事儿 嘴见个锤子啊 这下好了 磕还是不磕啊 算了磕就磕吧 就当是清明扫墓了 免了吧 就看你小子那一脸的阴险样 就知道 你心里绝对没想什么好事 磕头就免了 一会儿去领二十鞭 以警校友 呃 陛下 义父啊 我还是磕一个吧 磕了 鞭子也得领 啊 反正都要领鞭子了 还磕一个 磕个锤子 男儿膝下 有黄金好不好 不磕了 老四 楚衣来自未来 没有学过咱们的法度 他胆大妄为也是习惯了的 然而你不一样 你明知不可为 却还要为 并且还身为皇子 知法犯法 最佳一等 一会儿跟着楚衣一起去领四十鞭 你是不是也想磕一个啊 儿臣不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